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陈宅主 今集分享一道姜葱桶蠔 欢迎订阅 分享 按赞 多谢支持 首先介绍一下材料 材料有 比角桶蠔一桶 姜八片 葱六棵 材料就是这么多了 事不宜迟 准备去片看制作步骤 第一步 先处理桶蠔 我们把桶蠔倒入大碗中 加入3-4茶匙生粉 然后轻力将桶蠔表面的污垢清洗干净 用轻力将污垢搓走就可以了 这个步骤不需要过分用力 以免弄穿蠔肉 当蠔肉大致干净之后 将洗蠔水倒走 再次加入少许生粉 利用流动水力进一步清洗干净 我们反复清洗多几次 当见到大碗中的水便清就可以了 清洗干净之后 放入烧机瓶水 然后开始准备姜葱调味料 我们将姜切片 葱切断 好了 姜葱都准备好了 开始制作调味馅汁 我们加入生抽一汤匙 蠔油一汤匙 小庆酒一汤匙 糖二分一茶匙 盐五分一茶匙 胡椒粉二分一茶匙 三分一茶匙 清水四汤匙 清水四汤匙 调味料就是这么多了 我们将它拌匀備用 下一步加入几片姜和少许葱段 用大火煮滚一窩水 水滚之后将蠔肉加入飞水 由于今次这桶蠔特别大隻 我将会飞水三分钟 我们做姜葱桶蠔飞水的时间 一般是两至三分钟 各位网友可以因应好的大小 将时间加减 好 够了 现在这些桶蠔用大火飞水三分钟 可以关火把它捞起了 把水三分钟都捞起了 捞起了之后 用厨房纸巾将水分彻底吸干 然后撲上少去山粉备用 好 所有材料都准备好了 现在我们热锅 加入适量的油 保持中大火将蠔肉加入 进行半煎炸 将蠔肉落锅之后 不要动它 先煎一分钟 够中 现在反转再煎多一分钟 好了 总共煎了两分钟 由于这桶蠔特别大 我们现在把它再次反转 煎多三十秒 又煎多了三十秒 现在这些蠔总共煎了两分半钟左右 我们把它夹起备用 将煎蠔的熟油倒走之后 清理一下锅 再次热锅加入少许油 然后加入姜片用中火爆香 这个时候不要心急 慢慢将姜片爆香 爆香姜片之后 再加入葱白爆香 然后加入葱段 加入葱段之后 继继续将姜葱慢慢爆香 我们尽量将姜葱的香味吃出 爆香姜葱是非常重要的步骤 因为姜葱的香味够突出 做出来的姜葱桶蠔才是理想 做出来的姜葱桶蠔才是理想 加入 加入了姜汁之后略炒几下 然后将蠔肉回锅 蠔肉回锅之后 一路炒均 直至收汁 就完成了 完成了 完成了可以上碟了 如果你都喜欢我这道姜葱桶蠔 希望你可以将它分享出去 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 下次见 拜拜 by bwd6